習近平率七常委背景圖引熱議 江山雕塞一片血紅 不再有幻想 中國富豪急受資產 上海豪宅暴跌40% 露天放瘡 蘭州將隔離人員安置在公廁 停車場就寢 大家好,我是美玲 歡迎收看第一時間 剛才你看到的這一幕不是什麼電影特技 而是中國某地一個襯者竟然被用吊車吊出住宅 以確保隔離轉運過程的零接觸 因為他們不敢進去接 亦不想患者的細菌留在地板上 這樣能保證最少的接觸面積 大家想想這麼動態有多荒謬 老百姓真的需要這種折騰式的創生嗎? 這種勞民傷財 輕私動眾的行為真的對百姓生命負責嗎? 強制性的疫情清零政策引發的刺身災害還不夠嗎? 還有更誇張的 這是金肅蘭州的公廁房 張戶山山的民眾就安置在廁所裏 那也是對他們負責嗎? 公廁至少還有一個遮蓋 但下面這張圖相信可以嚇掉每一個人的下巴 是呀你沒看錯 那已經是深秋季節的大西北 將人從家說出來在露天裡過夜 是這個祖村棉偶五尊沙 圍著火爐吃西瓜的大西北 晚上真是冷的 網絡爆料圖片顯示 有二十餘張簡易床鋪被間隔放在停車場上 民眾僅有棉皮、礦泉水等小量生活物資 其實在微博平台上 有不少當地網友都在反映已經被封控一個多月 而當地疫情話題無法登上微博熱搜 疫情情況也未被真實報導 有名為無語燈的網友說 由於這張照引起顯然大波 令到門友將床搬走了讓人站著等 並且說是因為室內消滑 後來頂不住輿論壓力 連夜將人拖到了會展中心過夜 今日不知道是甚麼情況 還有網友說 不只是蘭州 整個甘肅的財政都在這波疫情已經崩了 沒錢也沒人管 天天開會一片隱隱祥榮 實際上就 唉 疫情一來影魔鬼鬼都出來了 苦的是老百姓 還有的話 憑甚麼老百姓要受這些苦 那就是所謂的人民至上嗎? 好了 現在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說到人民至上 那是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一直說是最上面的一句口頭禪 是他看來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所以共產黨就是要打江山 阻江山 但是當他在二十大一宗傳會上 率七常委千呼萬喚似出來的那一刻 眼尖的網友卻敏銳地發現了詭異的一幕 有網友發推說 發現一個現象 第十七十八十九屆亮相儀式 跟今次第二十屆不同 今次常委亮相將江山弄到沒了 是啊 江山丟了 取而代之的一片血紅 那不是象徵都光之在嗎? 所以有另外的網友更是大膽地妄議中央說 將江山弄到沒了 那是中共跨台的不祥之笑 經查證後確認二十屆新常委露面的背景 的確與之前三屆的背景不一致 一片血紅取代了原有的江山背景圖 習近平在10月16日宣讀二十大報告時 提到中共與中國人民的關係 稱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人民就是江山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 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有網友不毛嘲諷地說 好笑頭話可喜可賀 江山沒了就快啦 打完了坐 坐完了再打 還哪有勝的 怎說好呢 好應景 最後的班子 江山不在 還有網友據此評論說 江山就是人民嘛 人民都封在家裡 哪裏還有江山 江山還在那裏 事不過被一片血染紅了 其實對中國有深刻認識的美國務院 前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 日前就對中央社表示 與十九大不同 習近平不再談使命 而是最朝安全 還聲稱反華勢力空前強大 這些都凸顯了他強烈的不安全感 有分析認為 對比之前的黨代會報告 習近平二十大報告的內容 發生了一個微妙而重大的轉變 經濟發展已經不再是未來重點 而是將一切都與中共政權的安全掛鉤 還將鬥爭放入黨章 表明中共的統治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具體來說 在香港習近平的二十大報告中 專門有一個關於國家安全的全新章節 大談政權安全、制度安全、以色形態安全等等安全問題 而他們的擔憂絕對不是空越來風 疫情風控之下 很多老百姓的忍耐度都已經到了極點 再這樣下去 某些地方就開始官逼民返了 就在26日晚 西藏首都拉薩的漢人們不滿疫情風 成七十多天 發生抗議騷亂 大白警察和抗議者之間發生衝突 Ruton也有藏人參與 當前中國經濟搖搖欲墜 細藥類急劇上升 房地產行業要陷入危機 講到房地產危機 我們來看下這個影片 這位被痛欲絕的工人 在每棟爛尾樓的融創地產大樓上 都用特大號的字寫上了還我工錢 抗議拖欠工資的字樣 這是中國房地產面臨崩盤的一個縮影 中共政府為了救市 幾萬億都投入去 但房市仍是要死不活地見動靜 現在的房子真的不好賣呀 美女 你放我當沒了 大哥 噢 大哥 村民不覺小 還是現房好呀 大哥 自己的單價只要六千元 大哥 下來看看吧大哥 大哥 要不看到 看看我也行啊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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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共的戰狼外交和對台灣的頻繁挑釁 始終國與歐美大國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 都讓習近平的第三任期充滿了挑戰 很多觀察家都對中國未來的走向不樂觀 CNN的報導說 絕對的權力往往意味著絕對的責任 隨著問題的增加 習近平就有更少空間來逃責任 下面我們就再來看看最實在的資本市場的反應吧 資本市場可以說是給了二十大一記響亮的儀光 就在二十大閉幕的第二日 中國股市財富一日之內蒸發了4.6萬億 到了第二日仍然止暴 不下滑的勢頭 國內外投資者信心受挫 這幾日大量外資不顧損失拼命撤出中國 港股也創下了十幾年的慎低 即是國家隊 進場托使也無際於是 現在已經由外媒確認 中國國有銀行已被勒令毀入股票 以控制香港和中國的大規模故事拋售 另外 昨日港股有一個大消息 港交所期限的香港期貨 交易有限公司週三做間公告 其交所已暫停路恆生指數期貨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恆生科技指數期貨等現月合約 及下月合約的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直至令行通知 而港交所給出的解釋 卻顯得牽強賦會 說是因為外部供應商的軟體出了問題 那麼久了 從來沒有出過問題 偏偏看這個時候出了問題 那也就是因為港幣波動太大 在講拔網線的節奏嗎? 再看看這張截圖 上海著名的頂級豪宅華山下都遠 豪宅中的豪宅劉嘉玲曾在此扣置物業 但上個月還賣6,000萬人民幣的大平塵 今日只賣3,599萬 家家還可以談 那是腰斬了40%呀 富豪們為何要低價拋售?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裡所說的這樣 中國富豪及精英們不但擔心口袋中的錢會消失 而且越來越擔憂自身安危 講白了如今大權在握的習近平緊接住 下一步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 共同富裕呀 該報道還提到一個有趣的細節 曾與香港和中國富豪家族合作的歐洲律師 羅斯·佩蘭斯表示 習近平將他的統治期現場 對中國商界陣營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轉折點 此前他們隨著中國經濟繁榮也得了數十年 但就這幾天的功夫 羅斯·佩蘭斯已經接獲了3個來自中國商界超級富豪家族的加急指令 就是繼續執行他們稱之為火災逃生的計劃 羅斯·佩蘭斯表示 很多客人多年前已準備離開中國 包括將資產合法地轉移到安全的尼岸司法管轄區 以及安排家人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獲得新國籍及居所 他表示中國的有錢人不但擔心 當局以傳聞中的高稅制來代替共同富裕中 要他們捐款 而且越來越擔憂之甚安危 萊斯·佩蘭斯形容富豪都有一句座右名 就是在海港中準備一艘快艇 並放上金條及第二套文件 而現在的說法則換成了準備一架私人飛機 護照及外國銀行戶頭 那就是我們當下的世界 報道指出 上海及北京的移民公司 都接獲大量有卓越成就的精英人士 申請美國綠卡 而這種結出人士的綠卡申請等候時間 往往會被超級富豪而投資方式獲得綠卡更快 快點逃走啊 這些人不傻 這樣下去 習近平的江山還能夠坐穩嗎? 好啦 今天的第一時間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記得點贊訂閱留言轉發這個欄目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明天見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 hrlich